2月9号收盘了 大盘今天黑周四不黑 来了一个反包大洋线 并且一举拿下了所有各个均线 大盘在这只跌了吗 起稳了吗 那明天会怎么走呢 来我们先看一眼盘面的特征 首先先看成交量 今天成交量稍稍放大一点 又回到了九千零十亿 那九千亿上方 个股上涨的可不少 现在上涨的加数有将近4100加 这就是一个逼空行情 而且只有600多加下跌的情况下 这种逼空行情 大盘上证指数还涨了将近1.2 而且所有的股都在上涨的时候 那么有一些创业板呢 像科创板呢 他们涨幅 尤其是科创板 还涨了百分之将近2.6 这些东西啊 指数都涨了不老少 但是我们反过来一看 这种逼空行情 4000多加上涨 只有不到700加下跌 同时呢指标股 还有这个指数都涨了这么多 那么个股现在涨的并不多 你瞧 大涨 咱们指啊 大涨超过5%的 超过5%的算是大涨吧 超过5%的一共才有236加 这能算大涨吗 并且在这个里面涨停板的呢 只有35加 是不是太少了 另外 即便是都在上涨 3000 4000多加上涨 逼空 这种逼空行情 上涨超过3%的 只有670加 那么我们要问一问 670加超过3% 那就是多数股 还没涨过这些 或者是说 现在呢 大盘权重指标股 是不是互盘 那么你看指数上 分别都涨了这么多 创业板涨了1.74% 科创板涨了 百分之将近2.6% 那么上涨指数 还涨了百分之将近1.2% 都涨了这么多 那咱说说 只上涨3%的 只有670加 这是咋回事啊 这就有一个结论 大家跟着我这笔 像这看 大盘权重 指标股 全线上涨 下跌的一板面当中 只有料料无几 那么这个 咱说长江电力啊 长江涨了 就微跌了一点点 0.3 0.3 那么还有这个 油储 它是有问题 跌了个1.5 剩下的也没跌呀 那么权重指标股 你看就这几瓶子酒 那都涨了个盆满钵满 换句话说 大盘权重指标股 后盘 所以说今天是 骨头涨了 肉没涨 包括昨天和前天 昨天也是一些权重指标股 出来啊 相对的在这护一护盘 包括前几天 这不一天 也有一个上涨吗 也是权重指标股的上涨 或者是逼空行情的时候 那么个股涨的并不多 所以在这儿呢 大家还是要多一份谨慎 不是股邦给大家泼一瓢凉水啊 而是说我们现在别看指数 因为指数别看涨了这么多 一个光头光脚的大阳线 但是个股涨的并不多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好自己手里的东西就行了 那么在这儿大家看几个指数啊 昨天黄色线穿过白色线 就是五日均线下穿十日均线 然后下面呢 这个黄色线又下穿了紫色线 证明成交量出现了一个背驰 再看下面MACD这个位置 更是DIF值下穿DA 这就属于三线死差 这证明什么 动能在下降 那么动能下降 今天能不能又是一个一阳改三观呢 我们之前可吃过不少次这样的亏 你看这里一阳改三观 包括之前也出现过一阳改三观的局面 那么今天这个位置 会不会是在二零线 古邦一直讲的二零线 我们有一个520战法 二零线附近 很多机构还主力 都把二零线当作成是一个叫做机构的生命线 所以二零线不能破 那么今天呢 就在二零线 它就开始起稳 尤其二零线这个位置 还有一个重要的支撑 就是3226点 今天我们在做早播报的时候 很明确的说 大盘在这个位置有支撑 而且支撑的是双向 第一个支撑呢 就是这个3226 那这个支撑为什么是支撑 讲的也很清楚 讲的是这样 大家看着我这张图啊 这个就是今天早播报的全文 上面是这样讲 3226 附近有支撑 这个位置就是去年12月7号这一天的高点 那么高点预阻回落 之后 就是它的压力了 直至到后期的时候 高点突破 窗户3226 最后大盘创了新高 达到了3310点 那么在突破3226的时候 这个高点或者是这个压力就变了 压力变支撑 所以3226就是本轮 就是今天的一个支撑 重要的支撑位 在这看到没 写的很清楚 这是今天早播报的全文 写的就是高点 那么变加力 压力突破之后变支撑 所以大盘在这 第一个就是这个位置有重要支撑 同时 这个位置又出现了一个二十日线 二十日线被征机构称之为生命线 那么这个位置想破的话 多次在二十日线都获得过支撑 你看这个位置 大家大盘 我们来看啊 看过来 这个位置 是不是打到二十日线 然后出现了一个红柱的 就是上涨 那么不管怎么说 二十日线这个位置 有了一个这样的线 我们再说这 那么本轮 咱们看一看 自从它上涨的时候 就没经过一轮下跌 或者说 没有一次像样的调整 今天这次 能不能打到二十日线 在这止跌气吻呢 起没气吻 我们并不知道 但下面这还有两个跳空缺口 而且二十日线 获得支撑之后 往往都会有一个反复 那么明天会不会有反复呢 所以这个位置呢 520战法讲究的是 看二日 就今天不要看 看明天 明天是最重要的日子 假如明天冲高回落 那么完了 那么这个位置呢 今天一个大阳线 好多人又都追进去了 你看今天要不成交量 咋能稍稍放大一点呢 另外说一嘴 今天的成交量放大啊 跟散户关系并不大 因为追进去的价格并不多 都给那下跌的时候套着呢 今天进的资金 大家看这个位置 这是北上资金 北上资金早晨就是单边流落 而且北上资金是受消息刺激 他受到的消息 不就是我们看啊 一些个五零指数 都是受消息利好 不就是啊 咱们大洋彼岸 要来一个大人物到咱们这 那么受此消息的影响 说可能有一些个要缓和 那么第一个建好的呢 就是港股 港股呢 得到了一个验证 然后我们A股呢 干脆在这个位置 出现汉地八聪 直接来了一个单日的大洋线 并且是走出了一个 攻头攻脚的大洋线 这个是力度很大 同时北上资金净流入120多个亿 你看四天之前就在前四天 北上资金分别流出去四天 但今天一天流了120个亿 前四天净流出才100个亿 这一天都回来了 那么北上资金来抢筹 抢的是个啥呢 来大家看 第一个抢的筹就是这几瓶子酒 你看今天这个酒涨的这个厉害呀 那么有人在说 酒涨了 是不是消费 大家又看好了呢 这个可不确定 一句话 这个位置关键看明天 明天指数能什么样 那才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如果明天不继续再大涨 那么这个位置还是个废泡 是吗 不确定了啊 所以我们要多个心眼 另外再看一个东西 大盘现在虽然说来了一个光头阳 或者是光头光脚的大阳线 而且是一个反包 这个位置能不能形成一个 叫做一阳改三观呢 容易呀 因为现在很多人现在都开始盘算 明天买点啥 哎呀明天加点啥 现在都想这个 古巴还给大家泼一瓢水 这个位置想好了 自己手里有的 那个五日线不破 好好持有就可以了 别颠的来回的 说把这个卖掉去追强制谷 记住一旦要踏错节牌 那自己那个刚卖掉 反而上涨 你追那个 眼睛那个呢 大家看今天涨的多的 有多少个呀 上涨超过3%的 才670家 上涨超过5%的 才200多家 这哪能说是一个荒歌笑语啊 大家记住 你别忙着啊 丢西瓜捡芝麻的事 所以在这呢 只要我们的手里的品种 要是有的 不跌破5日线 哎我们就安心持有 这个观点不变 那么我们再说说 这个里面 现在出现了一个单日大阳线 这个有没有计算呢 有啊 在几天之前 古邦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大家看 这个呢 是这一天 这一天是哪 看到没 2月7号 星期二 就是两天前吗 我在讲 这个位置 我们怕出现市场的极端走势 极端走势一 是加速下跌 恐慌盘跳水 极端走势二 突然全面反弹拉升 这个今天是不是极端走势啊 很显然吗 这不是我们在2月7号早播报 说的吗 策略是什么 一旦出现这样的 比方说跳水也好 还是说大拉也好 这就是极端现象 今天就给你上演了一个极端现象 不是跳水 而是一个全面拉升 但今天全面拉升 力度非常弱 因为什么 大涨超过3%的各国 只有670家 大涨超过5%的各国 只有200多家 那你说230家超过5% 是不是不能算是大涨 就连涨停板的也只有35家 而且大家看 今天北上资金又回流了 而且北上资金回流 大家知道 本一轮上涨啊 这一轮上涨就是北上资金干的 都是权重指标国 都是大白马 那么前两天大白马回调 今天北上资金回流 是不是又多回到大白马上了 是啊 我们看这个位置 这不还是权重指标国 给大家画了个饼吗 我们按照数理统计 现在涨的多的本身就少啊 那么我们怎么办 就是一条 记住 这个位置不跌破 我们手中那个五日线 安心持股 我们跟着坐就行了 不管谁抬轿子 我们跟着坐 安稳上涨就行了 那么在这个位置 一旦要是出现 真的出现这种啊 明天又来大的上涨 换句话说 这个位置继续放量 那个时候 才能确定这个位置 是止跌了 到时候我们再看 哪些有热点 因为如果到那个时候 真是热点的话 上涨加速超过5%的 就会增加 不能像今天似的 都是白马股在上涨 或者是今天分化很严重 涨的多的 那么都集中在大家伙 这个不行 所以在这给大家梳理一下 做个总结 大盘在这 依托20线 只跌了吗 不知道 那么关键看明天 能不能出现大洋 或者明天能不能继续放量 同时我们的热点啊 要扩散 热点必须扩散 那么这个位置 大盘才能走得好 不能光是权重指标不涨 如果权重指标不涨 光涨骨头不涨肉 散户一样赚不到钱 所以我们看好手里的东西 便忙着调长换骨 那样很容易踏错节盘 把自己好的东西卖了 结果追那个 一追那个 人家不涨了 自己这个钢脉又涨了 那就是左右 我们不是了 所以在这 看好 关键的就是 我们自己手里的东西 别破50线 那么就持股再涨 剩下呢 大盘 尾盘啊 三点半到晚间 十点会有很多消息 古邦明天用早播报 会把消息梳理好 总结一下 拨给大家 同时 外盘的走势 包括我们中概股的表现 也会影响明天大盘的走势 明天早播报 我一起把这些梳理好 分享给大家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家观众 我发视频 第一时间 你就能收到了 朋友们 明天早播报 见 明天早播报